最後的話,把它另存新檔,存這個PSD 不過呢,假如說你將來你擔心說你給這張圖給別人的時候,別人應該是 他如果沒有Photoshop的軟體 除非他要裝一些其他的這個看圖軟體 不然的話,有些電腦是無法開啟PSD的 那怎麼辦呢 或者啦,你可以再把比較貼心的做法,就是你另外再另存新檔,比如說存一個什麼,JPG OK,那你再把他存一下,JPG 土檔 那JPG土檔的好處就是說 他將來一般電腦絕對都可以開 只是說呢 他會有個缺點 這個缺點的話就是我剛剛提過的,他有壓縮,而且這個壓縮是破壞性壓縮 雖然他的檔案會比較小 可是他 基本上還是等於是失真了,如果將來有列印的話 會有一些地方細節還是會看得出來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好,那 所以呢,最後的話 我們就是把剛剛的那個背景先選起來 剛剛這個地方,選完喔 理論上應該我們主要是利用 這個什麼 快速選取 或者你可以試試看魔術棒 反正這兩個其實應該都OK 那可能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說他這個筆刷大小 還有說其他的間距啦 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可以不妨可以踹踹看 另外他有增加模式跟減少模式喔 所以一樣跟剛剛那個套索工具一樣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增加也可以減 不過他預設好像就是增加模式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其實這邊沒動 直接點第一次,點第二次,反轉就OK了 所以 大概觸一下 然後呢,再利用什麼 套索工具這邊有沒有 裡面一樣會有新增 跟 增加模式跟減少模式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特別注意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常常忽略 而且不太熟悉這個 就會 造成選的時候會選錯 好,那選完之後記得喔 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他裡面有一些什麼 可以複製 其實複製就是 Ctrl C啦 所以為了避免說 你們要記太多功能 我建議你乾脆記C,C,C,V就好了 因為基本上 跟平常 使用那個類似Excel 其實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你把它複製 複製完之後呢,再切到我們剛剛的這個 圖上面,然後把它貼上 貼之前的話 請你再增加一個圖層 OK,叫做吉祥物 新增圖層 然後點兩下吉祥物 然後把它Ctrl V貼上 這樣的話 就完成 那個題目要的 但是貼過來之後的話,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 哪個地方呢,就是這個題目 它好像還要我們大小跟那個吉祥物一樣 所以你可能 這個是宋春 貼過來之後呢,我們來看一下 我已經把TIFF也直接開起來 你會發現呢,吉祥物好像放過來的話 如果把它移動好了 比如移到哪裡 移到這裡 這個地方 有沒有,大概這個位置 你可以切到TIFF這邊 這個是完成的 你會發現它大小怎麼樣 咦,它好像太大了 所以接下來你需要做什麼呢 縮小 所以接下來如果你要把它縮小的話 大概說多小啦 其實我大概這樣肉眼看不太出來 不過預估大概大概說80%左右啦 我之前好像試了,大概70%多少 70%還是多少 忘記了 那怎麼縮小,其實倒也很簡單 如果在Photoshop要縮小 我是建議你可以記一個快速鍵 這個快速鍵用到的機會非常非常的大 叫做任意變形 任意變形叫Ctrl T OK,所以這個快速鍵我是蠻建議 它重要性大概 快要等同於下Ctrl C,Ctrl V 所以你就記一個Ctrl T 也就是可以讓你任意變形 所以我把它Ctrl T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它就會有很多的端點 可以讓你調整 那我是建議你第一個 不要隨便這樣亂調 為什麼它會變成說它比例不對 有沒有,這樣太瘦了 這樣太胖了 有沒有 如果你做錯沒關係你可以取消 如果正確的話打勾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取消 然後再Ctrl T 那大概多少 我建議你如果 不要讓它的比例 就是 變掉的話 我是建議你第一個Ctrl T之後 請你按下那個有一個 這個叫什麼 有點像一個 一個鎖吧 這個一個鎖 這個鎖把它點下去 或者叫什麼 一個鍊條 還什麼 還一個拉鍊嗎 OK 那這個按下去的話 表示寬跟高不會變 然後呢 我直接用輸入的好了 我大概猜應該是大概80% 所以直接輸入80算了 那你怎麼知道80對不對 你可以先打勾 然後呢再切到TIFF這邊看看 有沒有發現 比較大也比較小 比較小 所以 大概差不多百分之再大一點 80應該是 82 達到83吧 好不好 這個你們自己再試 如果你錯了怎麼辦 記得按Ctrl Z 或者Ctrl T加Z Ctrl Z只有一次機會 但是如果你要多次的話 記得Ctrl L T加Z 它就可以讓你再復原多次 所以這個把它恢復之後 那你可以再Ctrl T 然後呢一樣 就是把它鎖起來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再把它改 剛剛是80 83算了 然後如果OK 假設沒問題 你就切過來看一下 位置大概調一下 調得跟它一樣 這樣可以看得出來 比它大比它小 算了 這條很難挑 所以其實考試是這樣 它就是要你 它給你一個大概 然後你就是做出 跟它接近 然後將來評分的話 會有一個 人工的評分老師 這個應該比較沒有辦法用 那個 電腦閱卷 應該現在可以用AI 做影像辨識 然後 OK 所以今天的話主要就是把 這個地方 把它 合成過來 這第一個 所以你最後 今天繳交的話請你繳交 另存新檔 我剛剛講 PS A102.PSD 或者是說另外第二個檔案 你可以 假設貼心一點 你乾脆再交一個 JPG檔 所以交兩個 這個練習一下 那其次的話呢 請各位 就是再做一個變化題好了 這個變化題呢 就比較不居於考試了 所以呢 你們可以另外開一個新的檔案 然後這個檔案的話呢 名稱的話也許就是叫 這個 比如說 PS PSA102的變化題 後面加一個變化題 然後 這個寬跟高 你自己制定好了 我們好像300、250 那300、250好像太小了 不然你乾脆是800、600好了 800、600 像素 然後 稍微大一點點 那模式看你要不要變更 如果不變的話你就按確定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說 一樣你給他一個 就是漸層 那至於漸層要什麼顏色 這個我想你們不見得一定要跟這邊一樣的顏色啦 你如果講說我不要這個顏色 我要 其他顏色 可不可以 可以啦 你就是自己選一個 然後這邊你也可以自己在 玩玩看 比如類似像 不對的話 感受一下 OK 這樣 這樣放開 OK 好 這樣感覺 看起來有點 好像一個黑洞的感覺 好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如果你假設 這邊其實有很多模式啦 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當然你如果從內到外跟從外到內 結果出來就是不一樣 類似像這樣 Ctrl Z 然後 你可以把它怎麼樣呢 這也有類似的概念 看起來有點不舒服 第一個 就是加一個所謂的 這個 就是你要的一個 漸層效果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在網路上 或者是說你找一張 寵物照片 寵物的話 就是類似 貓狗也OK啦 或者你也可以找動物嘛 比如說像 大家很喜歡像企鵝 你可以把企鵝 找一張照片 合成進來 大概類似像 一個變化 反正就是再多練習 一個 這個 這個合成 當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以不要 不要這麼單調 我可不可以做一個動物園 又想要企鵝 又想貓狗 什麼一大堆 把它合成 OK啦 你就是多練習就對了 最後把它存檔 所以 今天的作業 主要就是 證照的102題 跟一個變化題 大概是這樣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 剩下的時間 我想後面 第三節課 就給各位做 Photoshop的練習 所以請各位完成 吉祥物的合成 102的吉祥物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再做一個變化題 這個變化題的 尺寸 大小 可以變化 沒關係 然後呢 漸層的背景 也可以改變 沒關係 再來的話 就是說呢 我希望呢 合成過來的東西 可以是 一個動物啦 或者一個寵物 都沒關係 甚至一個人也沒關係 但是你盡量 不要找 那個 不要找別人 如果對方不同意的話 你不要把人家 合成進來 OK OK 你可能要知 智慧他一下 OK 他說可以 好 那就是做一個合成的效果 主要是練習就是 如何 利用Photoshop 做去背的功能 好 喔 好 好 好 喔 喔 谢谢大家